今天刚才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内心的恐惧 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恭敬地把今天的时间交投仰望在你的手里 求你出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恐惧 好让我们在基督的自由释放和你的引领之下 与你同工与你同行 充满感恩勇气盼望和力量 把今天的正道仰望在主理的手里 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主 虽然天气依旧寒冷 但你的阳光普照让我们心胸开阔 求主照样用圣灵之光来光照我们 出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冷淡一切的恐惧 好让我们因为有理的同在刚强壮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位圣经人物 他是圣经中间的唯一一位被称为大英雄的约拉丹 我们来看看约拉丹如何战胜他的恐惧 战胜菲利斯人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 菲利斯是以色列人一个恐怖的象征 是以色列人一个害怕的象征 菲利斯人从哪里来的呢 他是来自于这个加菲托 圣经生命纪耶利米书还有摩押书都讲到了 阿摩斯书都讲到了他的来历 圣经中提到这个 菲利斯人超过三百次 我请新南报翻 有三百多次提到这个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跟以色列人交集的历史 超过了几千年 从始祖的亚伯拉罕开始 直到今天 以色列人从某一个角度 依旧活在这个菲利斯人的阴影之中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人第一代先祖叫做亚伯拉罕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信心之父 信心之父这个名字可不是说 上帝赐给他一个外号 他是活出来被总结出来的一个信心之父 首先上帝呼召他出乌尔 那个乌尔大家也知道 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比较文明化的城市 到一个蛮荒的加兰地 这就相当于今天什么呢 你在这个美国生活得好好的 上帝要差遣你去 到了未开化的非洲的一个部落里面去 亚伯拉罕就国家带口 他就真的去了 你看他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非常有信心的 显出有一次号 他的侄尔罗德被四国联军 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伊朗伊拉克等等 这个地方当时最强盛的四个国家 联盟去攻打加兰地 就把他的侄尔罗德抢走了 他以一举之力带着家里面 生养的藏兵和他的几个邻居 大概有三百一十八个人 能够打败四个国家的军队 你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但是呢就是这么勇敢的人 他见到菲利斯人就像老鼠 见到猫一样怂了 圣经上讲啊 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 继续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 撒拉为妹子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撒拉娶了去 我们只读这两节圣经 没有讲他背后的背景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妻子 叫做妹子呢 原来他妻子长得很漂亮 一看到菲利斯人啊 亚伯拉罕还很害怕 他怕菲利斯人把他漂亮的妻子抢走 把他杀了 所以呢 他就干脆叫他妻子叫妹妹 这样的话 有人把他妻子抢去了 他的命还能保住 所以你看呢 亚伯拉罕很难理解耶 他能够敢于去跟四个国家的军队打仗 但是见到菲利斯人 他就怕得不得了 连他妻子他都不敢保护了 不仅仅是亚伯拉罕 到他儿子的年代 好多年以后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也是面对这群菲利斯人 你知道这里的亚比米勒 就是菲利斯国王的称号 就像埃及国王的称号叫做什么 大家记得吗 法老 就像一样 他们叫做亚比米勒 他也是恐惧的不得了啊 犯下跟他父亲同样的错误 圣经上在《创世纪26》讲到他 讲到以撒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就是菲利斯人统治的那个京都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 是我的妹子 原来他怕说 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说 恐怕这地方的人 为历百家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俊美 你知道吗 妻子是一个男人最该保护的 是一个男人最该付出生命的代价 去保护的 但是这父子两个都怕 菲利斯人怕的一个程度 连他自己的老婆都不敢保护了 这还是要信心自负吗 他就是怕菲利斯人 而且以撒挖那个水井 辛辛苦苦挖的水井 一个一个被菲利斯人称侵占去了 你今天可能说 被他侵占就侵占了吗 这个有什么了不得的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水井 比你在这买一栋楼要难得多呀 今天雅各井就在 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被挖出来了 你知道被挖出来的雅各井有多深吗 四百多米 往地下打了四百多米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口水井 是非常不容易挖出来 但以撒挖一口水井 被菲利斯人占去了 挖一口水井又被占去了 以撒气得不得了 他说我跟菲利斯人是敌人 但是他也是在家里 跟他老婆发发牢骚 不敢跟菲利斯人抗争 难道他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吗 不是的 他爸爸都能战胜四个国家的 军队的联盟 他完全可以不怕菲利斯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怕菲利斯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 先祖对菲利斯人是多么的恐怖 这是在先祖的时代 再往下面到了菲利斯世时代 世世时代的菲利斯人 也是让以色列人怕得不得了 他们甚至在战争中间 把以色列人的神圣的约会 给他抢走了 他们还杀死了 他们以色列国家的领袖 那个时候没有国王 最大的领袖叫世世 把两个世世都杀了 你看那菲利斯人 让以色列人多害怕 到了王国的时代 菲利斯人是以色列人最怕的敌人 你记得那个扫罗比众人高一个头 也就是说他的身量 跟戈利亚的身量 应该是差不多高的 扫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圣经上也称他是英雄 也称他是英雄 但是他面对一个戈利亚 吓得瑟瑟发作 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军队 当戈利亚出来说话的时候 他们都吓得不敢说话 你看这完全像一种恐惧的 笼罩他们一样 果然最后菲利斯人 把第一代的国王扫罗杀了 也差点就把何主新义的大魏王 也杀死了 这是在王国时代发生的时期 你看我们跳过了数千年的历史 我们再看到新约时代 耶稣时代的 菲利斯人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记得吗 今天以色列人住的这个土地 叫做巴勒斯坦 对不对 但是在旧约圣经中间 不叫巴勒斯坦 圣经把它叫什么地方 加兰地 这个加兰地 为什么今天叫做巴勒斯坦呢 原来呀 菲利斯人要去清掌以色列人的土地 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里去 你不知道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 不是今天阿拉伯人才有的 那个时候就有 一直要把以色列人赶走 所以他们就过去 把加兰美帝呢 用菲利斯的名字叫做菲利斯地 叫菲利斯汀 就是菲利斯人之地 但是上帝一直保守他的民族 哪怕他们弱 他们害怕 一直都没有被菲利斯人完全去占领过去了 那么这件事情一直到主后的七十年 以色列人得罪了罗马人 罗马人就把以色列人从加兰美帝给他赶出去 他就把加兰地改了一个名字 就叫巴勒斯坦 就是菲利斯汀的意思 然后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 就是要羞辱以色列人 羞辱以色列人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菲利斯汀 所以就用菲利斯汀这个名字呢 就代替了加兰地 那这一个词呢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托管了加兰地 当时他们去侵占加兰地的时候 可没有说像圣经中间这么尊重圣经的文化 当时就巴尔夫宣言的时候 就刻意地把加兰地这个名字 改成了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其实对以色列人是一种羞辱 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地方加兰地 不叫加兰地 不叫堪南 叫巴勒斯坦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羞辱 这种菲利斯这个名称 一直就成为以色列人身上的一种符号 对他们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 对他们来说 菲利斯其实是代表着一种符号的 这个符号就是一个恐惧的象征 他看到它就怕 而且你看到吗 这个老鼠见到猫 哪怕猫很小 老鼠很大 这个老鼠就怎么样 它很怕猫 过去我们在国内 大家知道有一种鸟 叫扎巴狼头 我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 小小的鸟 安徽人应该一定知道这个鸟 对不对 浙江人也知道 其实他们就知道 这个鸟很小 对不对 老鹰很大 对不对 这个老鹰一见到这个小鸟 扎巴狼头 它就吓着 夹着尾巴就逃跑了 你家门口只要有一个扎巴狼头 在那个地方 小小的鸟 老鹰就不敢去吃小鸡 老鹰这么强大 他就怕那个鸟 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怕 菲利斯人是无厘头的 不仅仅是菲利斯人军事强大 包括以色列人很强大的时候 他们也怕菲利斯人 所以菲利斯人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符号 是一种属灵的权势 它代表着 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上帝的选民 赶出应许之地的 那一个共同体 那个幽暗的权势 是一种笼罩在人身上 难以言语的恐惧和羞辱 是一种笼罩在 以色列人头上的忧云 它就是一种让你软弱 让你害怕 让你丧气的属灵的权势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真的有一种东西 就是让你害怕的 你比如说 仙子中间最刚强的仙子 你会吓到谁 以利亚对不对 以利亚见到国王就说 我告诉你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我若不祈求 天必不降路 不下雨 这对国王 他胆子这么大 但是王后派人去 跟他讲一句话 他说明天到这个时候 我若不要你的头 跟别人的人头一样落地 愿神明重重地惩罚我 你想啊 如果王后真的要杀他 他还派人去吓唬他吗 但是这个仙子 被这句话一下唬 沙腿就跑 跑了四十天了 他才愿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 停下来了以后 他突然觉得 我怎么这么怂呢 我完全是个窝囊废 我被他一句话吓得 仆人都不敢带 东西都不敢带 跑了几十天的路 那上帝你不如将我取去吧 你知道吗 底利亚谁都不怕 但他就怕耶稀别 耶稀别就是他的飞的士 耶稀别就是他内心中隐藏的恐惧 斯利斯人呢 他是一种集合的科技 骁勇团结 人力 他有一种诡异的力量 于一身的这个集合体 当时做以色列军队元帅的 就是约拉丹 约拉丹虽然被称为大英雄 他真的是大而无畏 但是他要面对这个强大的士敌的时候 他也是怕得不得了的 一开始也是非常怕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上说 菲律斯人有车三万辆 马兵六千 步兵向海边的沙那么多 他们就上来在伯亚文 东边的密罗安营 密魔在那地方安营 这是一看 菲律斯人骁勇善战 有条不紊 而以色列人怎么样呢 圣经上形容他们说 在撒摩尔记上第十三章 就形容他们说 他们藏在山洞 红林 石雪 以密处和坑中 有些西班牙人甚至跑到约荡河那边去了 逃到迦德和基利地 剩下跟随扫罗的圣经上说 只有区区六百人 而且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 在那个语境下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六百人跟扫罗跟得很近 他们想跑还没跑掉的 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呀 面对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害怕的菲律斯人 当时国王怎么样呢 他曾经是这么的英勇 他刚刚当国王之初 就灭了这个亚门人 这么强大 但是扫罗在面对菲律斯人的时候 他变得六身无主 连约拉丹也感受着那种恐怖的氛围 跟他的手下一起东躲西藏啊 可见以色列人当时心中是多么的恐惧 多么的害怕菲律斯人 他没有开始打仗 他们就已经变得失去了战斗力了 这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背景 这十多以色列人他都已经忘记了 他过来是要跟菲律斯人打仗的 是上帝吩咐他们要跟菲律斯人打仗的 他们里面完全没有征战的意识和勇气了 他们里面所有的只有恐惧 只有恐惧在里面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 真的能够战胜菲律斯人吗 这是约拉丹时代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客观而言敌我悬殊真的是非常的大 天使地利人和对以色列人都是不利的 敌人有什么呢 首先他有人 你看圣经上怎么说 有车三万辆 今天在乌克兰战争一场俄乌战争中间 同时出现这个三万辆战车的也不多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 马兵游六千 步兵向海边的杀那么多 无可计算 你看他们有人 跟随的人多 拥戴的人多 崇拜他们的人多 整个加兰地区的人都崇拜他们 而且他们有权 圣经接下来怎么讲呢 他说以色列权地没有一个铁匠 因为菲律斯人说 恐怕西伯来人制造刀枪 也就是说整个的技术 菲律斯人是完全垄断了的 他们控制了科技 控制了媒体 控制了资讯 甚至可以让以色列人没有兵器 那个时候跟菲律斯人打仗 菲律斯人这么强大 圣经上却说 以色列人只有两把战刀 就是扫罗王和元帅约拉丹 有两把刀 你想这个仗怎么打 面对这么强大的军队 而且他们有钱 你看他们有车又有马 那反观 以色列人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他们没人 没权 没权 也没有事 圣经上说 以色列人要磨 脖头 泥 斧子 铲子 就下到非伊斯人那里去磨 但是有错可以错 离产 三尺叉 斧子 并赶牛椎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 跟随扫罗和约拉丹的人 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 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拉丹有 你看 他们这个处境多么的艰难 更可怕的是 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能打赢仗 其他人都跑了 六百个人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 可以说到这个说的少了 是无人 无利 无权 无势 无能 没有朋友 术是无策 是毫无办法 我们还在问吗 以色列人能够战胜非伊斯人吗 恐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不可能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什么选择呢 第一个就是投降 接下来的圣经的描述 我们就知道 以色列人有很多投降的 投降的非伊斯人 你知道吗 他跟着非伊斯人一起来打以色列人 你想象当时日本人在中国投降的时候 有三百万军队 三百万军队 日本本土的人只有120万 只有120万 还有很多后勤兵 在战场上帮日本人打中国人 中国人有多少呢 有180万 远超过日本人 你很难想象吗 犹太人当时跟随扫罗的就区区六百人 但是跟随非伊斯人去打以色列人的 远远超过六百人 所以很难 他们为什么这么选择呢 因为他们都不相信以色列人会打胜仗 跟着敌人有范属 这是当时非伊斯人的想法 我们中国人投降日本叫汉奸 犹太人投降这个非伊斯人的叫油奸 这就让我想到了 世俗化的教会不也如此吗 你们知道我最近 跟斯拉格的一些牧师 我们有一个运动队 每一个礼拜我们去运动一次 跟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 但有一些牧师他们教会就贴了个牌子 支持同性恋的 我一直混熟了嘛 我就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你们明知道这东西都是错的啦 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支持同性恋的牌子 贴在那地方呢 他说呀 我们怕别人攻击呀 不支持同性恋怕别人不来呀 我说你支持同性恋来了吗 其中一个牧师说 我们有五千会友 现在来的大概有七八百人吧 我想啊 如果我在这里牧会五百个人 牧会十年 牧会成七八百个人 我怎么办呢 那个牧师是很好的牧师 他都没办法去改变那样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在人里面对世俗化的一种恐惧 那第二个 你看以色列人怎么选择呢 逃跑 他们甚至跑到约旦河的对面去 根本不敢去直面敌人 剩下的六百人 你说这些人很勇敢吗 圣经上说战战兢兢跟谁跑了 跟谁扫了 意思是跑不掉 他们完全是躺平的一群人 其实你看今天的教会不也是如此吗 很多人向世俗投降了 很多人逃跑到世界上去了 很多人已经躺平了 得过且过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一开始约拉丹跟他们也是一样啊 东躲西藏 他们里面充满了恐惧 但是不知道以色列 这个约拉丹藏了多久 他已经受够了这种 东躲西藏这种无浪费一样 过日子的这种生活 所以约拉丹往地上去看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当有一天他抬头去仰望天空的时候 去仰望上帝的时候 约拉丹忽然他的里面充满了 从上帝来的力量 他就对拉宾奇的少年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不如过到 未受割尼的人的房营那里去吧 他没有叫菲利斯人 因为这个名字一提到他们害怕 他提到的是什么呢 未受割尼 所以很多人看到菲利斯 菲利斯这个名字代表着极其强大的意思 就会让人害怕 他不是看他强大 而是看他未受割尼 他不是说等他们到我们这来 你知道这剩下的六百人 战战兢兢跟随约拉的 跟随着扫罗 他们是怎么想的吗 等他们什么时候打过来 我们怎么跑啊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 等着别人打过来 但是呢 这个约拉丹不是想着 等着敌人攻打过来 他说我们不如去吧 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等着仇敌到我们教会来 攻击我们胜到最后一步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不要去怕他 战胜我们里面的恐惧 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尼的人 不要看他多么强大的菲利斯 他只不过是未受割尼的人 到他的房营那里去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在这里他宣割了两个多么伟大的话 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 第一个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第二个耶和华使人得胜 你知道吗 你天天被恐惧冷罩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其实四年多前 我的里面也曾经冷罩过 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恐惧 那个时候 到深圳牧会的时候 非常有想法 想去买一栋楼 去建一个圣经学校 上帝还在祝福 去的当年就买了一栋楼 在广州的牧会的基础 就筹款 买了不小的一栋楼 就是在火站旁边的栋楼 真的把它买下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些人 一看就是流氓地痞 还有几个律师 他说 张牧师 恭喜你买了这栋楼 我以为他来 给我们捐钱的了 我很认真地接待他 这个 当时我们正在办夏令营 他说 你恐怕出到这里来 不懂我们这里规矩 我说什么规矩呢 他说 你买这楼 要给我们15个百分点 他说 这个楼是最向我们说出去的 那你想想 几千万的数字 给他15个百分点 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心里想 老婆孩子我都丢在家里面 日日夜夜出去除钱 没有人去帮助我 你还来找我要15个百分点呢 那你去 跟他们越聊越气 越聊越气 然后就跟他说 现在我们正在办县里 您这一场课是我讲 请你们在这做一做 等到 我回来的时候 你们还在这个地方 请你们就不要走了 一发脾气 胆子又大 胆子大是 糊涂胆大 讲完课了以后 我就跑到楼下去 买了几个井井窟带上来 结果他们几个跑了 我心里在想 他们只是要钱 我是不要命 我不怕他们 但是完了以后 我们几个指使来找我 甚至是宗教局的 也来找我 他说你惹不起他们 我去跟他们谈 15个点变成5个点 你们付一笔钱 所有人都说要付这笔钱 但是我想的 所有的钱 都是弟兄姐妹付的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我跟我妻子 打个完了以后 我就想不给他钱 如果我给他钱了以后 我有和颜面 站在这个讲台上 去告诉弟兄姐妹 去奉献 但是你知道完了吗 这事件做完了以后 好多人来劝我 他说你惹不起他们 这一群人 我心里很害怕 孩子去学校的时候 我要送他 他烦我 他不知道 这个背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敢告诉他 免得他心里面害怕 我天天在家里祷告 就很害怕 就担心 没看到孩子的时候 我就担心 他们把孩子绑架过去了 有一天 我突然看到这段圣经 我心里在想 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难道不是上帝教我做的吗 我的背后不是有上帝吗 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所以有一天呢 我就一个人 走到那个黑帮老大 他的店里面去了 他的店里面 走很深的一段路 走到这里面 我记得我还带了两包大红袍过去 小包的茶 我没有带大 就是我当时喝的那个茶叶 我过去跟他说 跟他喝茶 他一看到我去 他立刻从凳子上站起来 充满了惊恐 他身边的几个小弟 也站起来 充满了惊恐 我就示意他说 坐下来 我们喝喝茶 聊聊天 然后我跟他说 做牧师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我说你知道我放下了多少东西 到这个地方来筹款 你们不帮我忙 没有奉献一分钱 还去找我要钱 你知道吗 我很弱 但是我的上帝很强大 我跟他去聊 我不知道那天聊的每一句话 我觉得都充满了感情 完了以后 他就 我告诉他 我说今天所有的谈话 我都做了录音 我相信你不会怎么样 但从今以后 如果我们教会有车被人花了 有孩子找不着了 我都会让我联想到跟你有关系 因为你威胁过我 但是我相信我们还能做朋友 讲完了以后 他站起来握我的手 他说张牧师我佩服你 这个我们做的不对 他就跟手下几个人说 谁都不让你再去惹张牧师 事情就这么算了 直到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依旧是我很好的朋友 这些人没来再找我 任何一次麻烦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是背后他是真的 后来我听到我们的堂尾 聊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家伙跟他讲 你们的神是真的呀 说了一句话 除掉我心中的恐惧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半年的日子我过得不容易 那半年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每一天都在恐惧中 每一天都害怕 我出去的时候回不来 每一天都害怕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回不来 这是仇敌魔鬼将一个恐惧放在你的里面 当你不去恐惧他的时候 他其实是恐惧你 上帝有的时候真的把人比到绝境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说 不给钱 各个都是这样 各个都是帮助我的 但是就是要我们选择归向他 你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归向他吗 他让我们失去所有在地上的希望 就是要我们单单地注视在上帝的里面 这个时候上帝给约拉丹 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两个属灵的本质 因为在人去看客观的本质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样样都没有的 但是当他举头去看着天空的时候 看着上帝的时候 他看到两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敌人样样都有 但他没有谁 所以约拉丹说他是未受割礼的人 就代表说他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人 第二个 原来选民真的是一无所有 但是他有神 你看约拉丹在那里讲了两句非常关键的话 第一个是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第二个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兄姐妹 这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耶和华施展能力 耶和华使人得胜 难道我们真的靠自己血肉之体可以得胜吗 约拉丹的这一句简单的表白中间 出现了两次谁的名字 耶和华的名字 那才是我们依靠的 耶和华使人得胜 对耶和华的选民而言 耶和华这个名字不仅仅是自由拥有的意思 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severe 就是拯救者 就是保护者的意思 所以你正中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 约拉丹对拿兵器的青年会归兵说 来我们过去到这些未受割离的人的房营那里去吧 我再说一遍 他没有叫他非得四人 叫他非得四人他们会害怕 这叫他什么呢 未受割离的人 或者永恒主为我们做一件事 因为永恒主救人 不是受人多或者人少所牵制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原文的意思是说 不管敌人有多少有多么强大 都无法拦阻耶和华拯救我们 我再说一遍 什么意思呢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 不管敌人有多少人 都无法拦阻耶和华拯救我们 弟兄姐妹你看到吗 根本不是靠我们人多人少拯救自己啊 是什么 无法拦阻耶和华拯救 因为耶和华一直都在拯救我们 但是为什么人可以拦阻耶和华的拯救呢 你想想耶和华过来拯救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看的全是非得四人 全是让你害怕的人 你根本没有看耶和华 他怎么来拯救你呢 让耶和华的拯救 其实就是要注目在耶和华的身上 等他来拯救 这个时候约拉丹终于看到 以色列人害怕 看到他们弱弱 看到他们软弱的根源 没有信靠耶和华 他没有信靠耶和华 他们之所以充满恐惧 不是因为敌人太多 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 是他们离上帝太远了 你没有看到吗 一个孩子如果抱在他妈妈的怀抱里面 他整个人就是安全 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他都是安全的 但是当整个的世界都很繁华 他却突然找不到他妈妈的时候 他就不安全了 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跟神的关系很近 我们就有安全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软弱 不是他们太累了 而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太弱了 约拉丹终于看到了得胜敌人的关键 耶和华施展能力 耶和华使人得胜 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根源吗 就像少年大卫 那一年他不过是十七七岁 他为什么看到 让整个扫罗和扫罗的军队 吓了四十天不敢说话 瑟瑟发抖的 这个哥林亚他一点都不害怕呢 他为什么他就不害怕呢 扫罗还跟他说 你不能跟他打仗啊 这个人自幼作战士 能征善战 为什么 你打不了他的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我有上帝 他说我有上帝 当哥林亚来攻击扫罗 攻击这个大卫的时候 大卫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同击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君之诱华的名 原来呀 这个大卫之所以不害怕的根源 是他的里面住着一个勇士 叫做万君之诱华 诱华住在他的里面 他就无所畏惧 你知道吗 我想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你们听过狐假狐威吧 妇女带着老虎往森林里面视察 他为什么不害怕呢 因为老虎站在他的后边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 师父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有神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诱华与我们同在 诱华施展能力 诱华拯救 我们不也会像大卫一样 无所畏惧吗 原来我们的胆量 根本不在乎千军万马 铜墙铁壁 爱在于万君之诱华 在上帝的怀抱里都是平安的 离开了上帝一定是不安的 我们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就有多大的胆量 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到困难 我们的里面就只会有害怕 我们的胆量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 我们的怯弱是来自于对全世的畏惧 耶尔华使人得胜 耶尔华施展能力 上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重建他们的信心 是对上帝的信心 他们弱不就是因为失去上帝了吗 他们强不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上帝吗 那个时候的这个萨姆尔 他到哪个地方去 连一个护卫兵都没有 为什么他不怕菲利斯人呢 菲利斯人打仗的时候 以色列人吓得不得了 他连一个士兵都没有 少了还有六百人 他连六个人都没有 他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他有神 菲利斯人攻击过来的时候 他手一声祷告 天上就大雷降冰爆 上帝用极大的声音把菲利斯人吓得到处就跑了 他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 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如此亲近呢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得胜的根源 当他们对上帝有了信心 他们就能战胜他们内心中的恐惧 当他们战胜了内心中的恐惧 他们也就能够战胜了血肉之躯的菲利斯人了 要不然战争还没开始 你就已经妥协了 战力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 好知道上帝的大难 知道自己无有才能晓得上帝的权有 不管有多少敌人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 都没有人能够阻止耶和华的拯救 不管敌人有多少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 都不能阻止我们靠耶和华得胜 这次看约拉丹能够从他的坑里面 能够从他躲藏的地方走出来的信心 关键的一步 看到耶和华使人得胜 耶和华使行拯救 我们再看十七节 第七节怎么说的呢 好 拿兵器的对他说 随你的心意去吧 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这其实就是得胜的秘诀 靠神 还有我们自己呢 同心合一 我们所有的得胜 无外乎两点 第一个 我们依靠上帝 第二个 我们同心合一 在这里我们看了 一个大有信心的领袖约拉丹 一个同心而顺负的仆人 两个人的组合 就开始了一段得胜的旅程 你以为复兴需要很多人吗 我敢说 在我们教会里 如果有像约拉丹这样 大有信心的人 我们教会就有复兴 埃斯伯瑞这场伟大的复兴 来自于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每一个礼拜三晚上 都是这样的祷告会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每年祷告会都是这样 天天讲爱 天天讲爱 所以那天晚上 他爱的主题也是在讲爱 不过所不同的是 那一天晚上 这个讲员 勇敢地迈出了 他以前没敢迈出的一步 那一步是什么呢 当他走着要离开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 我们天天讲爱 不认罪悔改 这个爱就是虚伪的 所以他回过头来 告诉弟兄姐妹说 我们要先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他是如此的真诚 大家都离开了 三十个人留下来 这三十个祷告的人 就带来一场伟大的复兴 而且我也相信 这样的复兴 可以点燃整个的美国 就像我们在过去 三次讲道中间 讲主再来的时候 会有一次伟大的事情发生 就是教会会复兴 上帝不需要很多很多人 但他需要有两个顺服的人 在神的面前 就能带来伟大的复兴 你知道有一次爱德华兹 带来的复兴 你好好的有人去请他 去开一场布道会 去别的教会去开这个布道会 那个教会里都是 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一群 剑桥的最有名的人 他怎么带来这场复兴呢 你知道 这个清教图中间 两个最伟大最著名的人 一个叫欧文 一个叫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有名 他在美国 他胆子大 他依靠上帝 还有一次去讲道 请去培林会 就像我们上一周 请一个培林会的讲员 到这里来讲道 你期待他的什么 清风细雨 他不会去冒犯你吧 在爱德华兹过去讲道的 发现大家 听道的人 各个都像训论员一样 看不到任何的敬畏在他里面 所以他本来要讲的一场的信息 是关于上帝的爱 关于教义的 然后他一气之下 把他的奖章 给他撕开 往旁边一扔 对着他的奖台 大声地吼了一句 上帝的烈火 要在你们中间焚烧 你去查一看 这一句话 就成了他赖篇的奖章 他丢掉了赖篇的奖章 就在那里说 看看你们的戏脉 看看你们的孩子 看看你们对上帝 有任何的敬畏吗 那一场的讲道 完全就像骂人 但是那一场的骂人 震通了所有人的心灵 有人描绘赖斯所带来的福星 他说当人在听爱德华斯讲道的时候 有人把自己的头撞在柱子上面 当他讲完道了 一场道了以后 整个的地板都是湿的 不像我们今天 这个都是地毯 他们地板是湿的 为什么 很多人痛痛地哭泣 没有想到那一场的讲道 带来了一个伟大的福星 弟兄姐妹 上帝不是使用很多的人 还是使用信靠和顺服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说一句话 信靠顺服 他们的得胜在哪里 信靠上帝 顺服上帝 这难道不是整个 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 也是教会得胜的模式吗 拟袖坚定地信靠上帝 带领会众跟随上帝 会众顺服带领 同行合一 彼此将来 这就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 也是教会复兴的关键 有信心 有顺服 同行合一 彼此相爱 那就是复兴 我敢说 上帝天天都在期待着复兴 上帝天天都期待着 祂的灵充满我们 我们只要向神认罪悔改 除掉我们一切的拦阻 圣灵的工作 自然就会流到我们中间 正像 那有一两位弟兄姐妹 都说过一样 他说 牧师父我们去不容易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祈求圣灵来呢 这句话真的很触动我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祈求圣灵来呢 我们看看圣灵 为什么不愿意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呢 家里到处都是蒙虫 我们费尽了各种方法 还搞了喷雾剂去喷 还是有蒙虫 有一天终于找到了 养的那个 叫做什么 芦荟下面施肥不当 买的那个肥料中间 可能有不太好的味道 所以到处都是蒙虫 怎么办呢 我就去家里面 刚好还有一些沙子 没有用完呢 我就在那个花盆上面 埋了一层深深的沙子 埋了一层沙子 我的儿子说 难道他自己不会爬出来吗 蒙虫他只会待在屋里中间 然后家里就没有蒙虫 我讲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没有跟罪恶断绝的时候 一直都会有罪恶的搅扰 当我们跟罪恶断绝的时候 圣灵就自然地来在我们中间 向来得胜的关键 不是敌人的强弱 不是依靠刀枪同击 而是上帝自己 向来毁掉教会的 也不是外在的逼迫 而是里面的犯罪 论诞 毁谤 纷争 怨恨 与其我们有怨恨 想论诞 想毁谤 想不满的时候 我们不如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不满其实有个规律的 一开始是对人不满 最后是对神不满 对神不满以后 你发现你会对自己也会不满 当我们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不妨同心合一地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除掉与上帝亲近的拦阻 当我们彼此认罪 彼此相爱 功过一切认识上帝的至高之事 上帝就会来到我们中间 当上帝在我们中间 跟上帝一起来的就一定会有福心 有得胜 有平安 有喜乐 以及和他一同来的那所有的美好 都会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这一场的战争中也看到 他们得胜的关键在哪里 一个大有信心的约拉丹 和一个同心合一的同工 靠着上帝去面对强大的菲利斯人 不是等到他们打过来 还是说我们不如过去吧 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他们就从自己隐藏的那一个洞穴中间 爬出来去直面 他们曾经过去害怕的菲利斯 那一天上帝就带来一场伟大的得胜 在《撒末尔记》上第14章23节就说 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 直到不亚文 怎么得胜呢 圣经在这讲得很清楚 耶和华是人得胜 这难道不就是约拉丹当时在信心中 看到的吗 最后是就这样成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去得胜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敌人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困难 世俗化的潮流 你要看一看我们的下一代所受的教育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啊 好像每一天都是在谈那些 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情 去伤害他们的事情 所谓好多好多的性别啊 这样的事情 那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希望向来都不是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希望是在上帝那里 开头望向上帝 我们就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这就是他们得胜的关键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一个问题 我的里面有没有一个菲利斯 我的里面有没有一个隐藏的害怕 所以我们要揭开隐藏的惧怕 战胜我们里面的恐惧 菲利斯对我们而言是什么 他不仅仅是一个敌人 还是一种象征 我们隐藏的恐惧 我们里面害怕的敌人 我们想逃避 却逃避不了的那个梦魇 一个让你丧胆的仇敌 那一个属灵的幽暗的权势 你一直说都没有说出口的 但你心里一直会害怕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去面对它 我们的里面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菲利斯 就是那一个隐藏的惧怕呢 别人不知道 但是藏在你的里面 那一种模模糊糊的惧怕 在我们的里面呢 其实哪怕是最近前的人 跟上帝关系最亲近的人 都会有那种隐藏的惧怕 比如说旧约时代 有一个伟大的任务 上帝都说 世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 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 大家记得那个人是谁吗 约伯 约伯了 他受试探的时候 他在一日之间 失去了所有的财富 再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失去了他的子女 他所在乎的财富子女 全部都失去了 这个时候他讲了两句 非常经典的名句 第一句话 我们每个人记得都很清楚 叫做 我赤身出一幕 他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成诵的 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 但是第二句 肺腑之言 常常都会被我们忽略 他第二句怎么说的呢 在约伯纪三章二十五节 他说 因我所恐惧地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地因我而来 第一句话 是他信仰化的女性 在面对信仰的难题 无法用女性去解答的时候 一个信心的宣告 不管怎么样 我信 第二句话 却是他一句 自言自语的陈述 是代表着 来自他心底深处的一个告白 约伯怎么说 我所恐惧地临到我 我所惧怕地因我而来 他惧怕的是什么呢 他恐惧的是什么呢 新一本的翻译说 我所惧怕地临到我 我所惊恐地向我而来 Amplified Bible 翻译成说 For the thing which I greatly fear comes upon me and that of which I am afraid of has come upon me 怎么意思 他最怕的那个东西 向他走来 他非常惧怕的那个东西 来到他的面前 当代一本的翻译 更加的直白 他说什么呢 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恐惧的事情来临了 原文直译这句话就是 我所畏惧地恐怖临到我 我所害怕地因我而来 女郑中的版本翻译成说 因我所恐惧地 进来到我身上 我所惧怕地偏临于我 难道这不就像中国人讲的 有些东西怕着怕着就来了吗 但问题是你不怕他 他就真的不来 你怕他就会来 他恐惧的是什么 其实纵观上下文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约伯已经失去的 他所在乎的那一切 财富 健康 子女 名誉 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 为什么我对上帝这么好 上帝确认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呢 其实这是很小的孩子 就会发生的 我的小孩从小就问我 为什么我们祷告了好几次 上帝都没有听呢 那一次他感冒了好几天 他说爸爸 为什么我们老是祷告 上帝没有听呢 从小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会有这样的思考 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期待 但为什么不是这样发生的呢 约伯的这句肺腑之言 说明这位地上再没有人 像他那样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 他的里面也有一个隐藏的惧怕呀 深藏着的 实实隐忧的那种恐惧感 在他的里面 或许他都没有跟别人去分享过 哪怕是他的妻子 他可能都未曾为此向神去表达过 这种无法言喻的恐怖 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敢认真地思想过 那个恐怖的东西真的发生 该怎么办 他都不敢直面那种恐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 你藏在里面 你都不敢去想 你都不敢把它想得很清楚 就像那个阶段 我就经常在我的里面 我都没敢跟我妻子想 这几个流氓 这个黑帮还跟白道在一起 如果把我的孩子弄走了 我该怎么办 我没有敢去深想那些问题 我们的里面是否也曾经有过 或者说直到今天你还隐藏了某种 你不敢直面的 不敢去面对的 藏起来的那种恐怖吗 那种惧怕吗 害怕失去 害怕孤独 害怕被人嫌弃 害怕别人不喜欢你 害怕人际关系破坏了 害怕没有成就证明自己的价值 甚至你会怕鬼 你会怕梦魇 害怕被淘汰 害怕渐渐的老去 你又担心国内的老人 没有人赡养 担心未来的子女 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下 每况愈下该怎么做 担心这个世道的变化 担心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是歌一样 终究有一天 我站在基督的号前 我在想啊 真的是站在基督号前 你会很开心的时候 哈利路亚 你还是有点恐惧战惊呢 你会害怕基督再来 还是去拥抱基督再来呢 担心我们隐藏的秘密 被人发现 还有那一直渴望着的理想 从来没有敢直面过的 少年壮志不原仇 那个壮志 你再都不敢去思想它了 也许我们里面 真有各种藏着 没敢去直面 没敢去表达的恐惧 怕别人知道了 怕别人晓得了 怕别人踢了你的痛腿 一直面就会害怕的东西 那恐惧其实就是我们 属灵的飞机士 就像约伯一样 不敢说出口的隐藏的惧怕 弟兄姐妹 上帝爱我们 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子女 像约伯那样 防着那个惧怕 他就要除掉我们所有的惧怕 赐给我们完全的信心 因为惧怕会成为生命的一个破口 他会成为一个试探 实实地去强制着你和我 他会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破口就不停地去 那个恐惧 他在里面让你不能释怀 你哪怕开心地微笑 一想到那件事情 就会让你去害怕 那一个惧怕 他也会传递情绪 让跟你在身边的人 你所关切的所有的人 跟你一样也变得神秘兮兮的害怕 恐惧还会是人生的一个陷阱 会让你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恐惧 它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负面的信心 导向一个负面的结果 这就像我们中国人刚才我们讲的 怕着怕着 它就来的东西 圣经上怎么说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心的定律 就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It will be done for you 什么意思 你怎么信 它就怎么成就 所以负面的信心 就一定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你怕的东西它总会来 以美国的狗都是用绳子牵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中国 见过那个农村的恶狗 对不对 一群狗去咬什么人呢 一定是怕狗的人 连狗都认出来你怕它 你要不怕它 狗都不咬你 魔鬼也是如此了 你越怕它 它越会来攻击你了 如果我们里面的信心是 相信我们隐藏的惧怕会发生 很可能你惧怕的东西 真的会变成现实了 如果信心的定律是照着所幸的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惧怕的东西除掉 好让相信上帝 应许的美好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呢 上帝说 祈求就得到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我们开门 上帝说什么呢 我从来不会丢下一样好处 不给敬畏我的人 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让爱神人得益出 圣经应许我们什么呢 到了哪家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圣经应许我们说什么 他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那个计划不是要我们受难 那个计划是要我们有辉煌的前途 光明的未来 耶利明书二十九章 我们为什么不去相信上帝 给我们那一百二十多个音许 却总是去相信那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呢 所以弟兄姐妹 信心的定律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隐藏的惧怕 好让上帝那音学的真实 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 去战胜我们里面那个幽暗权势的非礼士 怎么去战胜他 直免我们隐藏的惧怕 战胜我们仇敌的非礼士 怎么做 第一个 主动地向神 沉迷我的惧怕 你不是天天怕吗 你不是天天怕吗 就像那一天我所做的事情一样 我来到我们的教堂里 我跪在那个地方 我不怕别人听到了 我就跟上帝说 我一直都担心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里面 我从来没有好好跟你去祷告过 我不怕 我没敢跟别人去分享 我今天告诉你 求你出掉我的里面的惧怕 当我祷告完了 我的里面不再去惧怕 你要跟神去讲啊 这样我们心里里面隐藏不露的 不肯直面地恐惧 告诉上帝 向主交托我们所惧怕的东西 告诉上帝 我们要拒绝惧怕 拥抱基督的救恩 相信他的全能 相信他的大爱 相信他的看顾 相信他的美意 相信他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他的计划必然成就 相信圣经的音学说 我们经过水火 必来到丰盛之地 我们走过幽暗 必到了光明之境 在青草地 西水 好大根 弟兄姐妹 我们要用信心代替忧虑 用感恩拥抱上帝的祝福 主动地向神 去成名我们所害怕的 我发布在今天 弟兄姐妹 我们礼拜结束了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 直面我们的内心 直面我们里面隐藏的惧怕 向上帝说清楚 你说我的里面不会有 我告诉你 约伯都会有 你大卫也会有 你去看大卫写过的 七十三篇诗篇 相当多的经文里面 都充满了对人际关系 破损的害怕 对仇敌 对健康 对祖国 对许多事情的害怕 他所不同的是 他能够向上帝说出来 直面我们内心的恐惧 不要再藏着他了 第二个 求他给我们刚强的心灵 使我们心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 害怕会导致我们心灵的软弱 不让我们无法去直面 我们应该直面的那一切 我们今天就要祈求上帝 使我们心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 能够去面对 我们一直去逃避的 就像诗人的宣信 诗篇爱十七篇 爱十八篇第七节就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蛋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为什么快乐 为什么能够颂赞上帝 为什么心里有喜乐 他以耶和华为乐 因为耶和华是他的力量 什么叫邓牌 就是保护我的 他不是靠着刀枪铜机 千军万马去保护 是耶和华保护我 七十三篇 四人爷祷告的时候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疮衰产 很可能那个时候 他已经老了 垂垂老鱼 我们不也害怕老吗 但是坐着这么说 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 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不用怕老 老了的时候 耶和华也与我们同在 上帝甚至告诉我们说 你在病床上 耶和华必亲自为你呼床的 我在想到我的妈妈 要做那么大的一个手术 七八个小时的手术 骨骨和腿骨都换掉 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很害怕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这个神经这么脆弱 医生能够把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去做好吗 心里真的是很害怕 但是当我想到 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的时候 我便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 有一位上帝比我更爱他 我是他的儿子 他在天上有一位 全能地爱他的爸爸 弟兄姐妹 如何除掉我们隐藏的惧怕 像诗人一样 宣告对上帝的信心 其实保罗也有害怕 保罗怎么祷告的呢 他说求他 按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你不会觉得吗 有的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软弱得很 想做就做不到 想到也做不到 非常的软弱 我们要祷告 求主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有的时候人犯罪了 消沉害怕恐惧 不敢去教会 不敢去做礼拜 不敢直面软弱 但诗人大卫怎么说的呢 他说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我敢说 没有一个罪人悔改 上帝不救他 没有一个悔改的罪人 去向上帝悔改的时候 上帝会嫌弃他 只有你自己会觉得 我也敢说 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 认罪悔改 把他过去的罪过 向神承认 我们中间 任何一个重神得救的基督徒 不会因此看遍他的 不会因此看低他的 你知道 大有能力的不道家 司不正已经很有名气的时候 他都戒不了烟 直到他在会众面前 认罪悔改 靠着上帝 没有人去看遍他的 任何一个重神得救的基督徒 你都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的更坏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神就接纳我们 我相信垂听祈祷的上帝 必能让我们重新得力 如影展示 让他们可以战胜一切 我们所恐惧的非力士 就像 就像约拉丹一样 从他那个坑里面出来 从他那个藏身地出来 直面我们所恐惧的 因为我们相信 要花神得胜 要花给我们施展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非力士吗 有一个隐藏的惧怕吗 现在就让我们直面他 战胜他 消灭他 我们一起祷告 先生爸爸我们感谢你 向你承认 我们里面有一些藏着的惧怕 不敢去直面的惧怕 那种懦弱 那种窝囊 那种担心 那种挂虑 又有那种的不服气 主啊 我们愿意靠着你 不再看我们曾经有过什么 也不再看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而是单单地注目在你的里面 相信你是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没有任何的权势 可以拦住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所有的挑战 你都能帮我们胜过 我们也能相信 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施展能力 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完全 今天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所惧怕的 所隐藏的恐惧 向你成名 求你使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 好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只对你充满敬畏 除此以外别无恐惧 谢谢天父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你祈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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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